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1日 已經是星期四 這件事是頭條新聞 因為 不僅是大陸 現在香港也人心惶惶 因為這次出事的 不只是大陸遊 他們也有賣來香港 就是那隻金龍魚 在香港 你會看到有金龍魚的遊賣 這隻是大陸出的 香港一段時間也放得很黑 澳門當然 澳門的網友告訴我 金龍魚出事啦 因為他們原來買了金龍魚 大陸的媒體《新經報》 最近有記者 揭發了 大陸很多運油車 既運送大豆油的食用油 也運送煤油等工業類的液體 運油車 在運輸當中 他們不會清洗整個車身 裏面的裝油也不會清洗 因為他們要計算成本 一轉才賺一千 洗裏面的缸就要洗800元 哪個制 這件事 引爆全中國熱烈關注 因為為什麼 每個都有份吃 除了 你是那些高幹享受特工之外 幾乎 連基層幹部都是吃外面的油 我昨天看到 他們有個內地的 KOL 找了很多大陸的 最近的 鬼佬 回大陸 中國的美食很棒 重慶火鍋 然後美食一流 每樣都很好 美食一定要用一種東西 叫做油 而油在中國 原來 跟工業油 煤油 是混在一起的 不說你不知道 全中國 人人人有份吃 享受特工待遇 吃進口油的幹部 其實是不是很多的 當然 有錢的 可能在大陸的高級食肆 你會買一些好的進口油 但是如果是大陸出產的油 就敢說 100%有事 這件事 現在唱到有人說要去香港買油 因為大陸的油全部出事 全部有問題 那麼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應該是真的 在小紅書 已經有很多人意義討論了 又要去香港買油 每人去買幾支 也有上海網表示 可不可以幫忙 距離香港太遠了 現在 回到以前來香港搶奶粉的年代 因為如果你不買油 你大陸的哪裏敢用呢 中國所有出品的油都不敢用 現在 只能夠買甚麼油呢 是買香港製造的 香港 好像 絲求什麼 以及刀什麼 都未必是全香港製造的 如果大陸的不用說的話 更加危險了 現在的人回到以前的人來香港買奶粉 因為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 連奶粉也可以加三罪清安 令到人們信心盡失 金龍魚這隻油在大陸很出名 他們覺得 即使貴也好 也有機會出事 為什麼不來香港買油呢 香港的 油肯定有保障一點 起碼不會那麼離譜 其實我們看看 新經報的報導 不新鮮 因為原來 其實他們揭發了 早在2015年已經有記者報導 但是官方 一直都不抽不採 自若網民 對於人民的健康 他們 完全是 沒有任何的關懷 然後記者再揭發 原來不是2015年 是2010年已經有發生這些事 然後再揭發 原來最早是2005年 即是 中國這些 食品安全問題 尤其是 那些油車 一路運工業油 轉頭又去運食用油 接著又運工業油 中間沒有清洗 正如 那些餐廳一路用萬年油 用地溝油 香港人喜歡北上消費 北上吃東西 覺得他性價比 抵食 你要想一想 計算成本 其實很多東西 他的價錢便宜是不合理的 即使他不用交租也好 他食物也要成本的嘛 他要製作的嘛 他們就在這方面節省很多錢 為什麼 大陸可以做到那麼便宜呢 原因就是他們沒有底線 不是他們懂得 成本節省低 有些東西是你硬挖的 沒有得低的 是不是 他們很多時候 大陸有些叫做合成肉 那些本來不是牛肉來的 是合成的 也有些人做肉 做到出來 總之 你一聽到就覺得很害怕 食品安全一直都是大陸的問題 就是 之前揭發地溝油的記者 好像被人砍了幾十刀 然後我們看到 最近他們揭發KFC 他們的油原來是用10天的 即是10天都是反風用的油炸 已經被人批評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其他中國的餐廳 不是10天的 他們是萬年油來的 這幾年都是用過窩油 因為不捨得換 就是要用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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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涉及的事件 其中一個中儲糧集團 是頂級央企來的 大央企來的 他們也回應了 他們說會深入展開大排查 你放心啦 他們說一定會依法調查 絕不姑息那些人 但是沒有用的 其實 真正他做了大批法 下面怎麼做呢 你是沒有辦法管的 因為 中國現在 大家有一點就是國家自掃門前說 不關我的事 我就不出聲啦 是的 油 運完工業油 再運食油 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可以怎麼做呢 難道你叫我自己掃錢 洗一洗 我不用開工了 洗一架車要花多長時間 起碼去了半天 那我賺少半天的錢 我就沒有辦法管的嘛 你知道大陸的生活那麼迫人 然後 還有就是 你誰負責付錢呢 我一轉賺一千元 洗乾油 要洗八塊水 那我賺甚麼 誰幫我付錢呢 沒有人願意付錢 沒有人願意付錢 那就算了吧 開眼睛閉了 這個就是大陸的情況 好像 有人說 為甚麼龍夫山泉 那個主席中閃閃 是會成為中國首富呢 因為中國的水全部都不能喝 甚至乎最近 他說有很多城市的水有臭味 洗完衣服 衣服都不能喝 別說飲用啦 連洗衣服 洗澡也不能洗 用來擦牙都會吐 那麼你想想 那些水基本上是必需品來的 一定要用的東西 都可以弄成這樣 你何況吃油 奶粉落毒 很正常 我們看到中國人的道德越來越敗壞 以前 正所謂 有舉頭三尺有神明 現在黨說了事 大家都沒有了制衡 又或者沒有了信仰 覺得 做壞事也不一定會有報應 所以每個人都這樣做 金龍魚這件事是在大陸說出來的 香港主要是說那些石油問題 其實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大陸出產的 或是大陸經過大陸運輸的 所有油都有問題 這個不是冰山一個來的 一定是在行裏面 每個人都這樣做 不會有一架車專門運油 只是運油 因為它未必夠公開嘛 運工業的 可能全部都運工業的 但是當你有食油運的時候 你難道不接受這單生意 一定會接受的嗎 這只是中國 其中很多食品安全的其中一份 大家 如果回到大陸 你記得看看 後面的成份 正常來說 例如是醬油或是試飲品 你正常只有幾種元素而已 不如是水 糖 但是 中國的食品好 調味料飲品 你看到後面的 成份是一大堆字的 那些全部都是化學東西來的 全部都是用科技 砌食的東西 接下來 究竟會不會引發大規模的來香港搶油呢 我告訴大家 一定會 因為在深圳買到的油 他們也信不過 因為深圳買到的油 全部都是深圳在大陸裝的嘛 總之 在大陸裝的 他們就不買了 標榜香港出產 香港生產的 哪些是香港生產的油 沒多少款 之前我們聽朋友說 香港有生產油的 只有幾間而已 淘大不知道有沒有 做生產的食用油 然後就是 李錦記就未必是有 那些生產油 因為他好像 做醬料多 李錦記就沒有 還有刀麥 還有絲球麥 只有這幾隻而已 那麼這幾隻的油 是不是 全部都是很健康 在香港 在香港 出產 以及在香港製造呢 如果是呢 我想大陸人 風蓋進來搶 這件事 真的很值得大家關注 香港的朋友 你們可能也要 團定貨 如果不是呢 日後沒有油買 我真的 覺得很快就會來掃貨 好了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開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他根本 不會就要在這裡 希望大家能不能進行 如果我們沒進行 負責人的酒店負責人